大家好 欢迎来到多彩妈妈的健康生活分享 今天分享如何超简单和面 用它来包饺子和拉面 自己和面 擀皮 包饺子 简单又好玩 饺子是全世界人民最喜欢的中国美食 包饺子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和老少介意的活动 它在五年前流行的好莱坞大片《摘金奇缘》里面有展现 自己擀皮做的饺子和锅贴超级好吃 我家三个女儿最喜欢吃饺子和包饺子了 现在开始来做面团 中国传统饺子皮的面团是用一般的面粉 我发现用Costco买的面包面粉 也就是高筋面粉 饺子皮更有弹性 两种面粉都可以用 和面的食材是五杯面粉一小勺盐 大约一有四分之三杯水 水的用量在和面过程当中可能需要进行调整 和面有两种办法 用机器用机器或者用手 我们先来用面包机帮助和面 加五杯面粉一小勺盐 一有四分之三杯水 揉面通常需要二十分钟 先把面包机设置成揉面三十分钟 大约五分钟以后检查一下 把边上的面粉团刮进面团里 适当做调整 太干加一点水 太稀加一点面 揉面大约二十分钟后 我们来检查一下 需要的话再做最后的调整 和好的面团非常柔软 让面团饧大约三十分钟 它会变得更加柔软 如果没有面包机 用手来和 在一个大碗里加五杯面粉 一小勺盐 用筷子把盐和面粉混合均匀 一边加水 一边用筷子搅拌 先加一有四分之三杯水 用抹刀把面粉和成面团 用手也可以 有点干就加点水 如果稀就加点面 手用劲把面团揉一揉 和好的面团应该非常柔软 盖上盖子饧面 至少三十分钟 饧好的面团变得更加柔软了 看看能把它拉这么长 说明很有弹性 现在就可以用它来擀饺子皮了 然后包饺子 煎锅贴 面团还可以用来做非常好吃的手感拉面 这是我家三女儿的最爱 2021年3月 她在纽约上大学时得了新冠 唯一想吃的就是妈妈做的手感拉面 我空运寄给了她 请参照我的YouTube视频 来做拉面 关于蟹肉饺子 我做了系列视频 请参照其他的视频 来学习如何做蟹肉馅 如何擀饺子皮 如何包饺子 如何煮饺子 如何煎锅贴 特别是漂亮的冰花锅贴 自己和面包饺子 做面条不但很容易 而且用它做出来的美食 更健康好吃 如果和亲朋好友一起做 还能增进感情 共度美好时光 希望大家都试一试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留言并订阅我的频道